大家好,歡迎收看理財總動員 讓我們一起投資理財、賺大錢 我是阿哲 近期台北股市在創新高 不過全職股裡面竟然除了聯發科以外 包含像是台積電、聯電、紅海 他們的漲幅竟然沒有跟上大盤的腳步 台北股市的後車到底怎麼看 外資到底看好哪些標的 今天阿哲在準備再次以外資報告的角度 來幫各位做進一步的分析 不過在此之前歡迎先幫我們的頻道訂閱 按讚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一起精采的節目 接下來馬上就來歡迎阿哲在來到現場 幫各位做介紹 我們就來歡迎阿哲 阿哲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阿哲好久不見了 據於我們上次錄影期間 發生了一件大事 英特爾要在亞歷張大經建人做晶圓大漲 好像要跟台積電搶生意 你覺得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對 那一開始的話我想這個東西的話 可能對台積電的股價 可能有一點影響 因為最近台股的部分的話 銀子上還在創新高 但是台積電當然有漲 但相對整個大盤來講 台積電相對其實是不強的 因為主要是這個問題 就是英特爾他覺得說 因為美國他的一個製造的話 就是占全球晶片的製造 它本來比重是37% 37% 現在降到12% 也就是說全球你可以發現 所有訂單都來自於美國 因為所有IC設計 像高通 像輝達 NVIDIA 像XV 這些訂單都跑來給台積電 也就是說他們是美國的廠商 不給美國做製造都跑來給台積電 所以原則上過去的話 他們賺全球晶片的製造是37% 現在降到12%都給別人賺 所以現在美國就有一個心態就是說 趕快留在美國 美國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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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城就知道 美國製造跟比如說來台積電做成本差多少 聽說有人講是25% 25% 你敢說我們也是要來台灣做 哪有可能跟美國做 所以Intel的動作 它其實是這樣就是說 因為美國要美國製造 它希望把未來美國的一些技術的話 留在美國 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要去搶輝達的生意不可能 因為它都還是在台積電 高通 超微 馬尾爾橫的一大堆 都還是給台積電下單 但是未來有很多公司 它可能會自己做晶片 譬如像微軟 Google 還有像亞馬遜 他們量很大 所以他們以後會跟蘋果一樣 自己設計晶片 這是未來市 Intel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這些廠商 比較在給台積電了 台積電接不完 你們排隊 你看那個車用晶片 你看那個德國都拿不到晶片 還跑來去 對啊 所以原則上 它的重點的話就是說 我們自己來製造 所以以後你們的晶片 留下來給我Intel 給我Intel 所以這個對台積電 你看對台積電2021年就今年 2022年它都沒有影響 它都沒有影響 所以原則上 這是一個未來市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因為它的規模的話 大概是兩座廠200億美金 所以每一座廠是100億美金 你想想看 蓋個5奈米的廠房要300億 它今天只蓋一個廠房是要100億 可見它規模很小 所以它只是想把一些訂單留下來而已 而不是說要跟台積電 去搶蘋果的生意 或是搶輝達的生意 搶超微的生意 搶高通的生意 不是這樣 不好意思我想打個唱 因為其實據我所知 Intel這次新建的晶圓廠 好像是蓋7奈米 相對台積電來講 好像也是5奈米而已 不是 應該是3奈米 因為它的7奈米裝的電晶體的數量 是2.37億顆 那台積電的3奈米是2.47億顆 是比較接近 那台積電的5奈米是裝1.7億顆 所以5奈米是1.7 它是2.37 那就表示說 它的所謂的7奈米 比台積電的5奈米裝的電晶體還多 那台積電的3奈米是2.47億顆 它7奈米是2.37億顆 所以音樂上比較接近 所以點是它的7奈米 是台積電的3奈米 3奈米 那為什麼會這樣差別 因為Intel它大部分都用在伺服器 所以那資料處理就非常的廣泛 那台積電大部分都是用在手機 平板電腦 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它塞的電晶體就比較沒有那麼多 所以等於說 Intel的7奈米 等同台積電的3奈米 但是他們要蓋好廠也是2-3年之後的事 台積電的技術也會持續的革新 那有些人就是說 台積電這段時間 那一般來講 確實股價比較差一點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 它2021年不是之前有講 它的資本支出是250到280億嗎 那現在未來三年要做1000億 那你減掉280 那是不是720 那除以2-360 就是說明年跟後年平均一年是360 還是比今年高啊 所以台積電未來沒有問題 所以台積電未來的股價還是危險服務界 但是現在大家會先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你蓋這個廠要不要折舊 你本來250到280的折舊 可能3500億4000億 你到時候如果360億的這個資本支出 可能你的折舊4000億5000億都有可能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可能會對於獲利 會有侵褶的一個作用 所以短期裡面 可能台積電還要再整理 但是設備股 設備股應對又蓋廠 台積電的資本支出又大幅增加 那對設備的股票 我個人認為是大幅度 包括像金頂 那寵業為什麼 這個它又不是設備 它是那個光竹葉 這個所謂的化學原料 其實真正這個所謂的金顏廠 尤其在三奈米 最重要的話是石科 那石科就要一直清除 用水一直清除 一直清除 化學藥品一直清除 所以它用的這種化學藥品會很多 所以原則上我個人認為 就是像所謂的這個金頂 還有一個的話叫萬論 因為之前我們在講3D IC的時候 我們就說台積電 它的一個所謂COVAS 那個技術 社會最大就是萬論 所以原則上的話 我們估計的話 大概像金頂萬論 還有從業的話 應該是英特爾蓋兩座廠 台積電三年投入1000億美金的話 這個裡面的話 最大社會股 是 那阿瑪莎我想要再問一個問題 我想這是一個投資人 應該在現階段最想要問的問題 就是說台積電既然沒有辦法 不會因為英特爾這件事情 造成它未來營運的一個很大的影響 那所以台積電現在到底是能不能進行投資 那如果可以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投資策略 我覺得台積電可以大波段操作 我們看它的K線圖的一個部分 台積電現在的線型是稍微比較弱 但是股票市場我們還是這樣覺得就是說 因為有時候基本面是為主 技術面為輔 你如果真的跌破550塊 真的是再怎麼利多還是拉不上去 那表示它確實可能在所謂的融資 偶爾是在散戶的籌碼太混亂了 所以英特爾上如果跌破550塊 我們再設定停損 但是如果沒有跌破550塊的話 我覺得還是可以來回操作 那搞不好開始做突破了 所以英特爾上就是這樣就是說 我們還是持續做台積電大波段操作 但是如果有跌破550塊 就表示真的太弱 真的太弱 真的太弱了 我覺得那個時候的話 真的要設一個停損的一個準備 所以基本上其實台積電現階段的 這個成長動能是無餘的 不過就在於籌碼結構的問題 對對對 那我們介紹完了台積電之後 我們不免俗的還是來介紹一下 IC設計之王聯發科好了 畢竟前陣子 阿分載 前陣子那個IC設計出了很多腰股 什麼什麼天獄啦 敦泰 股價棒棒棒一直在漲 相較於這些腰股來說 聯發科的股價的漲幅 好像就相對比較弱一點 那外資到底是如何看待聯發科這家公司 聯發科還是非常棒 你看聯發科這英文那麼多 我們就不解釋了 因為英文太多 我們只解釋兩個重點 它裡面的內容 第一個重點的話就是說 我還是看好聯發科 比如說以高盛為例 它看好是1362塊 也就是說不是只有1000塊 是1362塊 那原則上就是比1000塊 還有36%的一個漲幅 所以第一個原則上 大家還是看十三個 非常強勁的Outlook的Engine的話 也就是說其實現在外資對聯發科 還是非常看好 第二個重點的話就是說 聯發科它有4G晶片 那是比較舊的 講這樣 5G的部分現在是非常穩定 還是一個所謂的Momentum 還是非常非常穩定 沒有任何的跡象顯示它有點下滑 原則上目前大陸的廠商的話 還是不斷的在用聯發科的晶片 所以聯發科的基本面的話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還是跟以前一樣 是看好聯發科 所以聯發科的話 它必須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說你要設停利點 也許你可能買了之後15% 20% 就是一個停利點 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它第一劑真的很棒 但是第二劑 因為這個所謂的這三斤的德州廠 它那個AMOLED的驅動IC 缺貨三成 所以可能第二劑 台積電的5奈米的產能利用力 會降到5成以下 因為這個蘋果的訂單也比較少了 然後這個AMOLED的手機 高階的手機的話會降下來 這會影響到聯發科 所以第二劑的話 4、5、6月份 慢慢的話可能聯發科的一個 所謂的出貨量的話 會有所謂的調降力動作 但是因為是整個市場的關係 現在所謂的強勁是說 它的比重沒有變 得一秒還是得一秒 手機晶片它是第一名的 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說 整個市場的佔有力在下 這個市場的分額的話是在下降的 在下降的話 雖然它試占力沒有問題 但它的量也是下降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聯發科還是很棒 還是可以操作 但重點要是停利點 可能會稍微比較理想一點 尤其到了5、6月份的話 那原則上可能壓力會稍微比較大一點 OK原來是這樣 那我們介紹完了這個 金元代工的龍頭 台積電 IC設計製造網聯發科之後 我想要問一下 您認為下一波市場的主流 大家會關注在什麼族群上面呢 對 阿哲你一開始講說 哇哲長這麼多 敦泰什麼 漲這麼多 其實有時候你可以發現 好的股票 真的是蠻多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研究說 有什麼股票 比較有一點機會 那等於是鎖住帶兔 鎖住帶兔不一定會抓得到兔子 因為角兔三窟 那也許我們可能 這個洞沒有兔子跑出來 但是也許它會出來 因為角兔有三窟 那三窟我們這三窟裡面 可能哪一個比較有機會 因為畢竟它比較沒有什麼漲 那可能比較有機會 我覺得充電帳 因為拜登他2.25兆的基礎建設 其中有1740億是用在電動車 他電動車裡面大部分的經費有兩種 第一個的話補助 你要買電動車我補助你多少錢 大陸就是這樣在補助 所以讓電動車的成長率很高 所以美國對電動車的話 他也要補助 你買多少我補助你多少錢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它要設充電帳 你電動車一大堆沒有充電站 到處都是加油站 大家想一想我還是買燃油車好了 因為到處都可以加油 我充電站怎麼辦 現在美國那麼大 它的加油站有12.5萬個 但它的充電站多少 4800個 4800個跟12.5萬個 你看差距數很大 想一想我還是買燃油車好了 因為到處可以加油 充電站很少 所以現在拜登就說 我要廣設50萬個 剛才我們講這4800萬個充電站 要50萬個 你看美國的充電站的股票 忽然間大漲 你看這個叫CHPT 我們看CHPT下一頁的部分 你看這個它以前都沒有什麼漲 因為以前充電站只有4800個 所以燃油車好像沒什麼機會 你看最近急速拉升 就是因為要廣設50萬個充電站 所以我們在CHPT上面上一頁 你看充電站2030年的產值是3850億 那表示說這50萬個的話機會很大 其實如果講到全球的充電站 事實上第一名是誰 臺灣之光 臺灣之光不僅是台積電 阿城你知道那叫什麼 還有一個叫台達電 是 做成能的 對 前九的智慧城市 所謂的智慧 所謂的家庭 它的一個四倍 四張電第一名就是台達電 充電站 這種充電樁 這種所謂的管理系統 第一名還是台達電 但是我們是覺得說 台達電它現在是很好 而且前九有50個國家的市長 全部用台達電 所以如果假設 拜登這50萬個充電站 對台達電是大力多 但是台達電的股心跟牛皮 那你像飛鴻就比較會漲 飛鴻的話 它的快充的技術馬上就可以360KW 馬上就可以跑360公里 那你可以發現就很快 另外一個是比較沒有動的 就是所謂的我們可以發現康蘇這類型股票 代號是6282 因為它是這裡面除了台達電以外 它可以開發出40分鐘 可以充電80% 那也許你會認為人家現在這個電池 充電更快 因為電池叫做 檔化車 我們現在這個車子的電池 我們還是屬於比較低階的部分 所以原則上它40分鐘充電80%也很快 因為有時候我們就有一個想法 我們就停在一個停車格裡面 我們就去做事 它就充飽了 反正我們去買東西或是怎樣 40分鐘很快就過去 就充飽了 所以原則上可以啦 40分鐘充80%的話 這個技術在目前整個充電站的技術 一個很厲害很厲害的 這類型股票其實都沒什麼漲 股性也比較牛皮一點 當然輝龍的股性比較好 我聽就一直在漲 但是我們來看康蘇的部分 因為它的股性比較牛皮 所以原則上我覺得我們還是區間操作 原則上大概29塊到33塊 如果真的它有辦法突破33塊的話 我是覺得還是可以上移到35塊 只是說因為它過去的股性不好 所以原則上我們就設4塊錢 的一個所謂的區間操作 但是如果真的它量放大出來 整個股性變得很活潑 其實我覺得它的目標價 可以上移到35塊 所以原則上這類型股票就是怎樣 角度三枯 找到一個枯的話 我們來守住態度的話 阿子 搞不好還是有機會的 是 阿姆仔我們除了充電站的商機以外 外資還沒有看好什麼樣子的產業 阿姆仔你會跟大家再透露一點 對 因為我們剛才講 這個所謂的資料中心 有一個東西的話 你看喔 現在的白牌的伺服器 每一年的成長率都是兩成到三成 是 所以我們來看2017年 整個全球的所謂的大型資料中心 原則上大概是448億左右 那2021年是628億 所以它的負成長率8.81 而且你會覺得說8.81好像 好像不多 對 但是就所謂的這種伺服器 因為伺服器一年的成長 2% 3%而已不多 那資料中心的話 能夠成長8.81% 因為它量很大 所以原則上就是大幅成長 所以有的股票的話 雖然它漲多 但實際上 它已經不是過去的無瑕阿謀 我們來看下一額 我們看廣達的部分 廣達 大家就會想說 還是講天意啦 還是講蹲帶 但是說真的 那些股票也漲多了 我們一早一段落一段落一段落 其實股票市場 有時候外資 你在看它 在衡量一家公司的股價 它會分成兩種 第一種的話 也就是說 它的一個主軸的 一個所謂的成長率的動人的話 那這個東西的一個所謂的成長率 還有它的利潤性 那我覺得第一個重點就是所謂的資料中心 因為這個資料中心沒有辦法 未來雲端不斷的成長 以後我們開車 像我們開車有時候到維修廠去維修的時候 裡面的什麼那個 比如說像GPS什麼軟體的東西 到車廠它會更新 現在以後不用 你的車子隨時它 會用雲端的部分的話 直接就更新到你的車子裡面 你不用到維修中心 你所有車子裡面的軟體的東西 全部都會更新 所以這個就是雲端 那雲端要做出這種東西 可能就是要資料中心裡面的東西 建置要更完整 裡面的東西速度要更快 所以資料中心的穩定成長 那我們一聽到資料中心伺服器 雲端的話 大家都覺得第一名就是廣達 第一名就是廣達 所以廣達其實你看 它在亞馬遜的這個 亞馬遜全球雲端中心第一名的 它有剩下50%以上 它試占率至少50% 在微軟它試占率也很高 在Facebook它的試占率也有50%以上 所以廣達它就大吃亞馬遜 微軟還有Facebook的訂單 所以它的資料中心穩定成長 第二個外資它看報告 很喜歡看股東全運報酬率 還有毛利率的一個現象 所以他們對於所謂的這個鴻海 比較質疑就是說 你永遠你毛利率是6.2 那有時候又降到5.9 就一直覺得說 它就是不夠OK啦 那廣達以前跟鴻海一樣 也是不OK 但是它現在代工Apple Watch 它沒有代工 沒有代工Apple Watch理論上 你會覺得說這樣減少 但是問它營收還是成長 因為它Apple Watch的部分減少 支架中心增加 所以兩個一平均下來的話 它是增加的 但重點它毛利提高 因為銀端的利潤比較高 但是你代工的利潤比較低 結果你銀端成長毛利增加 你Apple Watch下降 毛利你本來是不好的 反正沒有了 所以反而你會發現 你的毛利提高 所以外資又為什麼會把它的目標價 從117塊調高到130塊 重點的話是因為它毛利上升 國中全域保護力拉升 那今年它的NB 其實大家成長幅度都不大 它可以成長23% 因為Chromebook它也成長是蠻多的 所以原則上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也許廣台你會發現這段時間有漲 但是我個人認為 它可能是在漲的一個 所謂的這個中途戰而已 因為畢竟它的一個體質 真的有點脫胎換骨了 所以原則上這類型股票 已經不是無效阿蒙 所以我們來看K線圖的一個部分 你看K線圖的話 我們認為就是 大概92塊到125塊來做 雖然有漲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應該92塊到125塊 你看外資那個評價的一個部分 那外資的評價的話 大概從117塊 把它調高到130塊 那有時候你覺得說調高不多 但是其實因為100塊水準 也有1.22% 以它的股價還是有2到3成的一個漲幅 那獲利的部分也從7塊3 把它調高到8塊1毛7 所以贏得上OK啦 還不錯啦 那我們再來 除了廣達以外 還有沒有其他公司 也能夠受惠到資料中心的商機 對對 另外一個的話 我覺得一個叫經濟 那因為經濟 因為你可能現在用的 都Smart Watch 就是智慧手錶 可以量新陽的指數 疲勞指數 有很多感測元件 對對對 你可能有走所謂的這個 譬如說今天走了1萬步 你們都是用這種的 那早期我們都用 石音錶 這個以前石音錶的話 一般來講很貴 石音錶就是要頻率元件 就是石音晶體 那石音晶體就要準確度很高 那有時候你會覺得 這個老掉眼 因為以前石音錶就要用石音晶體 現在電子用石音晶體 這個是很成熟性的東西 所以應該沒什麼搞頭 但是你看 外資遠大目標價 把它從100塊調劃到123塊 就增加23塊 重點是資本支出 它今年可以成長73% 26億 這頻率元件就石音錶 這個老掉的東西 成熟性的東西 為什麼資本支出要增加這麼快 因為怎樣 比如說5G 以前我跑100公司 我跑這個所謂的這個 比如說我是跑800公尺 當然800公尺我要跑慢一點 我現在是跑100公尺 是不是我跑速度更快 以前4G速度慢 現在5G速度快 你頻率元就是要精準 要精準 你看我今天 比如說我開一顆所謂的 這個電動車我在畫圖 搖來搖去的 而且速度那麼快 我怎麼畫圖 以前也許我在火車上畫圖 我還可以畫圖 但是我如果在一個所謂的這個 快速的這個電動車 在跑得很快的情況之下的話 我要畫圖是不是正讓 那個搖來搖去 搖的速度會更快 所以我可能就是需要什麼 頻率元件更準確 所以我對頻率元件的 準確性的話要求更高 所以它的準確度要更高 所以它的所謂的設備要投入更多 讓它的東西會更好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5G的需求太多了 Wi-Fi 6的需求太多了 最近的話如果你有看廣告 一直在打廣告 就5G Wi-Fi要加Wi-Fi 6 兩個人因為你在外面去用5G 你到室內要用Wi-Fi 6 你要牛奶吃 阿媽吃牛奶 牛奶吃橘子 在那邊唸奶 唸去唸一大堆的 唸得非常快 代表5G跟Wi-Fi 6 現在真的是要很快 所以原則上為什麼目標要加調高 資本支付調高也是這樣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它的所謂的房地產開發人任列 在所謂的第一季也開始出來 所以第一季的獲利的話 本來預估是1.24 現在調高到1.91 那獲利也從傳統都34塊的水準 提高到6.85塊 所以原則上 這類型族群的一些個別股的話 你看這個去年第四季的話 你看馬上就增加到1.75 然後2021年第二季1.92 所以每一季的話都足跡上升 那我們就怕就是說 第一季高之後的話 後面會被衰退 誒 五雄六九七上掉 但1.75 1.92 會不會拍拍什麼 也就是說 至少你覺得它的獲率的話 是穩定的一個格局 是 那我們知道 既然原大都看好 這麼看好這檔股票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進場去做切入 那如果可以 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子的投資策略呢 對 我還是覺得我們要先曲線操作 因為很多東西的話 還是要有停利點的概念 也有停順的概念 當然沒有錯 台股的部分還是看得很好 所以有些人是不設停利的啦 那當然是很好 但是有時候到1萬7萬1萬8萬 平行而論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居高思維啦 所以這個股票好的公司太多了 所以原則上我們還是決定操作 那外賣掉賣錯了 還是有更好的股票 還是可以做一個選擇性 所以像這類族群的話 原則上我們還是92塊 到120塊的話 我們來做相請曲線操作的話 或許可能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那我們再來看最後一檔股票 維新 維新第一季的營收也蠻亮眼的 那可是是什麼原因 讓這個匯豐願意把他的目標 調升到這個200塊呢 對 因為維新的話也是大辛苦 他去年第四季都是匯率的一個問題 跟大力光一樣有一點低疫情 但是你可以發現 他第一季 他的營收是年成長68.4 那有些人就說 一大堆都年成長 沒有錯 也許可能大家年成長 但是如果說 或者如果說我營收年成長68.4 很多的股票獲利 可能年成長只有30% 20% 因為可能就是說 代工費用一大堆漲價 我成本就要去吸收 我反而營收是增加沒有錯 因為人家漲我價我也漲別人價 所以我營收會增加 但利潤沒有變多 但是我必須要吸收成本 是 他獲利成長152%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比營收更好 這表示我的利潤更高 所以如果第一季 有可能是3.7元的 這就可以注意 這就可以注意 那為什麼飛鋒的話 會把它定為200塊 加上第二季 Intel Intel這個CPU 一出來的時候 有測試那個分數 他的分數要要領先 所以Intel在第二季 搞不好他有翻身的機會 也就是說 有一點就是說 以前很低迷啦 可能從100分掉到40 50分 那至少回檔到 反彈到70分 65分 總是比以前40分50分高嘛 所以原則上他還有 這個所謂的反彈的機會 這個反彈的機會的話 對維新來講也是有幫助 所以第一季也許是很好 第二季也不錯 也不耐 所以今年整年度的部分的話 你會發現他的獲利各方面 在第二季也有營收年增368% 獲利成長58.4 所以去年的話賺9塊4毛2 今年可能有15塊1毛9 所以原則上當然有很多股票可能漲多 但是我是覺得說 因為他基本面你看 他的所謂的這個獲利的話 大概15點多 明年的話他還是有16塊17塊 從以前6塊10塊的水準 一下上升到15塊16塊的水準 所以這種股票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即使拉回的話 應該基本面也讓他 應該有相當的一個支撐 所以我們選擇股票 還是有一種心態 退可守 萬一真的不對 跌的時候別人跌40%跌50% 我跌個10%15% 我的風險控制在我能夠接受範圍 如果漲的話 還能夠目標價 還能夠有一個定的空間的話 或許對我來講也是盡可供 所以原則上我們為什麼會選擇 就是說跟各位報告這類型族群的話 也是從外資裡面的報告 做一個分析的話 提供給各位所謂的投資朋友的話 做一個參考 不過我不知道 可是這個維新 雖然說基本面感覺很好 但是它的股價位階 其實相對來說也算是一個高檔 也蠻高檔的 空手的投資人 還適合進黨去追高嗎 對 為什麼就是說 這類型族群 也是在走多頭 所以原則上 你剛剛阿澤講的真的是非常對 也是從投資人的角度這樣來看 所以為什麼我們還是畫一個區間 比如說台積電我就沒有畫區間 就是說跌破什麼價位的時候 我們就賣出 但是我們就其他部分 我們就大部分亂操作 放下去 把手機放下去 你做這個投資 也許短期裡面整理 但是一旦它漲上來的時候 它是很驚人的 為什麼這類型股票我們要做區間 因為畢竟它以前是72塊 現在漲幅這麼大了 但是問題就是說 它的益度 你告訴你就說 它第一季獲利年成長150幾個分剩 它第二季還是非常好 整年度的話過去的水準 賺10塊 後來賺10塊 現在是15塊 16塊的一個水準 以目前的一個本益比 它是10倍而已 好 沒有錯 它漲很多 但是問題以本益比 換算到未來的獲利 它可能10倍 11倍 12倍 大概就是這個水準 所以其實理論上 它還是有漲的空間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設一個停利點 因為畢竟它從低檔拉上來的話 它其實說真的是漲很大 就是阿澤你現在替投資朋友 所提出的問題 就是敢存身受嘛 就是從它心裡面 提出這個問題出來嘛 所以為什麼 像經濟 或者是像維新 像廣達 我就設一個區間 也就是說要有停利的觀念 萬一賣錯了 它可能漲到200塊以上 再找其他的就好了 我還有很多其他的股票可以選擇 所以原則上為什麼會這樣 沒有錯 確實因為它漲多了 但是它基本面的 益度的話 說真的還是很強 好了 以上就是我們在對於 今天節目內容的介紹 大家可以對於這些個股 做持續的留意以及做觀察 那各位如果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問題 也可以直接加入 阿文在的LINE ATT來做詢問 阿文在每天早上8點半 還有在這個盤前 有幫各位做直播 然後大家也可以趕快去 Youtube來做觀察 那各位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歡迎幫我們的頻道 訂閱 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每集精彩的節目 那在影片的最後 也不要忘記 如果各位還有想 剛才那QR Code的話 也可以掃描LINE ATT Facebook 因為我們這個的話 有時候一個禮拜 有時候兩個禮拜播一次 但是我的節目的話 是每天都有 所以如果說你掃描的話 LINE ATT的話 每天都可以看我的節目 然後Facebook 因為我常常提出一些報告 也可以提供給各位 投資朋友做一個參考 對有很多的資料 如果大家想要拿到第一手資料 一定要趕快加入 阿文在的LINE ATT 以及Facebook 那在影片的最後也不要忘記 各位如果有想要知道 什麼樣子的議題 其實都可以直接在影片下方 留言告訴我跟阿文塞 未來有機會 我會一直跟阿文塞 拍一集影片 來幫各位做講解 那這集理財總統 我們就先告一個段落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 還有事集再見 如果大家會否認真 感谢观看